嗯 冬天一来每一天都像喝口热汤 妈呀咕咕咕跟猪就干 准备喝一等成都的那种液体会儿 这时候喊菜是让老板跟我烧过来哈 然后你也可以喊老板帮你切一下 如果您切不来来的话 现在要用温水把它吸干净 把这种黑的地方跟它刮一样 就能去除这个猪身上的腥味 把这个啫尔边开芡也跟它吸干净 这个啫尔也吸一吸 我买这五根就是一百五 厨级外面起码要买你五十块一根嘛 这个替换 好 这样洗干净的就拿去猪切 把洗好的猪卷煮下去 姜葱 撩酒 这样就准备配菜 把猪卷撩起来 这几只猪卷还没得上的泡子的 这是我友情下一道的主体字哈 要等着水开要够再放下去 真是摞下去了 五只主体要够吃好久了哟 花椒提味 老姜 炖煮酒真的很简单哈 就中午再炖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抓一个小时后 再把碗底和海带放下去 才是让老闆说的 学的十罐一斤 碗底三块五一斤 我爱十九只碗底嘛 姐也有点 这样把盖子关的 再蒸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蹄花马上就做好了 我们把红油豆瓣炒一下 再洗 因为这豆瓣还是有点粗的 这就是蹄花的沾水 油温不要太高啊 烤油要炒腹 我之后都有点高 看到没有 好香 好香 有点味尖 花椒面 生抽 少许葱会儿 看一下爬没爬 哇 哇 烂到头肚的这种哈 现在已经学别学别了 但是还没有到软烂 好像还是有点跟着 要一明就头肚的这种熬的 可能就还要熬 哇 皮子都已经薄开了 应该快了 如果你想吃的怕一点 你也可以等四个小时 哇 可以老起来你看 我们吃的比较耳朵 更有坑头 要点汤 冬天一定要喝点热汤 哇 走 还想吃啊 自己的那一会儿好香啊 把这种猪脚腾的 这种大盆盆的 把碎水淋上去 红油豆瓣 嗯 嗯 好好吃 我这就更有矫情一点哈 没有那么怕 如果想吃怕一点 你再等久一点 再深夜月头三分好 要吃一万种提活了 嗯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煮 我都啃一根猪脚过 满满了 这是一个前提 满满的 哇